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90年代的经典影片《暗战》 刘德华更是凭借这部电影获得影帝的称号 男主华有一天在医院被查出了绝症 最多活不过四个星期 他决定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死于非命的父亲报仇 这天华持枪抢劫了一家财务公司 并逼迫公司经理打开保险柜 拿走了保险柜里的钻石 在警察来临之前 他在警察来临之前 他钻进通风管道 并顺着管道来到了隔壁的运输公司 并安装好监控器 随后警方就赶来了 华挟持一名人质登上天台 警方也派出一名谈判专家 何尚生与他对话 何警官劝华自首 然而华却说要和他玩一个72小时的游戏 并且告诉他 楼顶已经被他安置了炸弹 只要压力引爆器一放手就会爆炸 尽管何警官不相信这是真的 但他的上司却十分害怕 于是警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华离开 等华离开之后 他们这才发现炸弹和枪都是假的 何警官猜到了华的逃跑路线 于是他提前假扮成出租车司机 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了车 在开往警察局的路上 华微笑地说道 你能送我到警局就算你赢 紧接着 华掏出一把真枪 朝窗外有人的地方射击 并故意打偏几枪 为了保护群众安全 何警官只好停车 华趁机逃脱 就在华坐公交车回去的路上 正好碰到警察领检 无奈之下 华坐到了一个陌生女孩的旁边 并胁迫她假扮成情侣 掩然耳目后成功脱险 无意地泄吼 令两人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后 华将自己易容成父亲的模样 找到了曾经出卖过他父亲的光头男 但光头男并不知道 华的父亲早已死亡 原来光头男假借运输公司的名义 暗地里做着非法走私珠宝的生意 华在帮助他鉴定完价值八千万的珠宝十真品后 答应帮助他找买家 回家后的华通过之前安放在运输公司的监控器 看到了放置珠宝的全过程 随后 华给何警官邮寄了一颗螺丝 何警官决定夜闯财务公司探查一下 于是他偷偷潜入公司 找到了通风口上已经丢失的螺丝孔 他顺着管道爬了进去 并且发现了华之前安装的监控器 而这一切都在华的掌控之中 华旋即引爆了监控 爆炸声引起了光头男手下的注意 开始展开搜捕 光头男得知情况后 打电话叫一个手下取走珠宝 十五分钟后在地下停车场等他 而此时的华也给何警官打了电话 并谎称楼下有个紧急出口 致使何警官触碰到了报警系统 何警官这才明白 原来华一直在利用他引开敌人 随后 华甲扮成光头男的样子 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并成功拿走了珠宝 可就在华逃跑的路上 何警官和光头男的手下追了上来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 何警官只得与华互相配合 一番打斗后 两人驾车一起逃脱 在车上 何警官持枪威胁华开往警局自首 华仁微笑着说道 能到警局就算你赢 接着 华突然加大油门 不要命地将车撞向了一堵墙 两个人都被撞晕 华最后凭借自己的意志力 拿走了宝石 但也不小心 落下了一瓶止痛药 就在华回去的公交车上 又碰上了警察领检 巧合的是 之前与他假扮情侣的 那个陌生女孩也在车上 两人再次假扮情侣 成功脱险 通过对止痛药的调查 何上升得知了 华是一名癌症末期的病人 到了第二天 华和光头男约定在家 保龄球馆交易 华也将何警官约到了那里 好让他有机会立功 令何警官没有想到的是 华将自己装扮成女孩 并假扮成他的女友 华请何警官当他的交易人 负责与光头男交易 此时光头男还不知道 何警官的警察身份 在交易的过程中 光头男信不过何警官 于是让假扮他女朋友的华去取钱 华凭借自身实力 顺利拿走了两千万 随后两人演了一出戏 华说何警官手里拿的钻石是假的 自己手上拿的才是真的 争论之下 光头男抢走了华手上的皮包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枚保龄球 光头男气急败坏地砸碎了保龄球 宝石散了一地 原来华将他从财务公司 抢来的钻石藏在里面 这时警方迅速将光头男一伙抓获 华则趁乱逃脱 何警官发掘后及时追上了华 两人再次坐上同一辆车 何警官笑道 能把你送到警局就算我赢 华微笑地回答道 那当然 当华将鲜血喷涂在前挡风玻璃上时 何警官倍感惊讶 接着华让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炸弹 并且告诉他 自己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 何警官明知华是在角柔造作 但还是停下了车 转身离开 华则自己驾车扬长而去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后何警官在报纸上看到 有人以他的名字 向儿童癌症基金会捐款两千万 三年后 何警官无意间在公交车上 遇见了一个陌生女孩 见她脖子上还挂着一条宝石项链 她问女孩哪里买的 女孩告诉她是朋友送的 几百块的便宜货 原来华在送宝石给女孩时 故意说是假货 而何警官也不愿说出真相 就这样让女孩此生 都借着这段浪漫奇缘 电影到此结束 何警官能碰上像华这样的对手 无论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都让人难以忘怀 也许人们常说的英雄系英雄 也莫过于此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